焦點視頻,翼龍之元機的時間 迎國幕見到我們的翼龍師傅 Hello, 大家好 師傅, 今集我們就講一些風水上的問題 好 因為很有趣的 我們大家都了解, 風水來講 經常有些名詞叫做青龍和白虎 不是社團中的左青龍又白虎 記住 但我曾經跟你聊天時, 我聽過你一個說法 記住, 青龍和白虎有些動得有些不動得 我都不記得誰動得, 誰不動得 究竟其實這個學說又是甚麼一回事呢, 師傅 所以我們今集就是這個解密 因為其實從來沒有人講過的 好像我見到都 不如我們去講一下原理, 好不好 好 一般來說我們一間屋, 高樓大廈都是這樣看的 當它是一個平房 一般來說我們左手邊的有個門口 站在屋裏面向前看 在屋裏面向前看, 左手邊的叫做青龍 右手邊的叫做白虎 原來我們風水學上有個說法 他就說, 青龍就是移動 是的, 白虎是不移動的 他就說, 因為白虎有動漲的話就會傷人 即是好像老虎, 發動去傷人那樣 是的 這樣的意思 所以就說白虎那方面, 不應該見到一些動動的東西 例如是有支旗在右邊 或者是有個噴水池 或者有其他會動的東西 都不應該在右邊 其實這個理論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可能很多人都疑惑 我們今天就說一下 是 有些人想過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可能他們會覺得 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因為這邊 就是屬於 一邊是三 是木 一邊是七 七 是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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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 嗯 其實我們叫做七尺 七尺 有人叫它擦聲 即是擦來的 你動它 左邊 移動 越動它 就是越大越小 應該會傷人 所以這個 理論是不對的 我們不是用後天八卦去看的 是 其實我們需要先天八卦去看的 這個是後天八卦去看的 其實是一樣的 它是 上南 下北 左東 左東 右西 這樣 這樣的 嗯 但是這個圖 跟我們現實的環境 是完全相反了 嗯 即是南和不調轉 東和西是調轉的 是 跟現實環境 嗯 好了 原來我們是怎樣的呢 我們如果把這間屋 我們給它一個八卦去看 給它一個八卦去看 那給它一個八卦去看 這邊是熟陰的 是不是 嗯 所以 一邊是陰 一邊是羊 這邊是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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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是陰 是不是 好 好 我們呢 原來呢 可以配上八卦去看 乾 對 離 真 信 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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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吧 嗯 我們把鮮天八卦 配上去 是吧 所以 左邊 就是清明 右邊 就是白虎 是吧 一樣的 是吧 其實如果大家細心看了圖 不難發現 為什麼我們青龍可以動 白虎不可以動 嗯 大家看一下八卦的陰陽 這邊是不是陰 這邊是不是羊 嗯 是吧 一陰一陽 是吧 在陰這一方面 在陰這一方面 這樣呢 我們就是說 是吧 因為它本身太陰 是 陰 陰 陰是不是不生 陰陽 是不長 是吧 因為它是陰的 其實所以我們可以動它 可以動它 是不怕的 動它 動它 就變成陰陽 就反而是 調和的 嗯 陰陽調和的 如果 你在白虎坊這邊 動它的話 它本身呢 白虎坊這邊是屬陽的 那你再動它 再加個陽 下去呢 就變成陽之太過 嗯 所以呢 就是說 不符合 一個陰陽和合的原理 嗯 所以我們呢 以前經常聽到人說 白虎坊是 移靜不移動 不可以動它 其實呢 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是呢 原來 那個 道理 那個理由呢 根本就 源自我們先天的太極圖 就已經是看得到的 原理了 只不過呢 就 可能沒有人說過 這樣 今天呢 就在這裏 解一下這個 疑惑 嗯 其實呢 如果這邊 青龍 白虎 好了 前面 屋前面的 我們叫豬著 後面的叫原武 好了 其實呢 如果我們呢 要選一間屋 選一間較為好的屋的話呢 嗯 最好呢 青龍 又有 白虎又有 原武又有 是吧 豬著前面又有 嗯 即是最好的 意思是甚麼呢 意思是說 左邊 有個山 或者有個 建築物 是吧 那就是 做你的青龍 右邊 就有個白虎 那來 又有個山 或者有個建築物 做你的 這個 白虎方 是吧 後面的原武 後面的原武 也都是最好有靠山 是吧 那麼前面的豬著 豬著呢 就是要開揚的 嗯 要明堂開揚的 是 要一個大的明堂 是 這樣就為之是 我們叫風水上面 最好的做法 嗯 那麼 所以它這樣呢 它就符合了 整個的太極圖 是 要求 所以你見不見到 在國內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回國內 在國內 所有省市的政府部門 全部是很誇張的 嗯 那些建築物呢 通常都一定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全部起到這樣的樣子 跟著前面有個很大的廣場 噴水池 或者廣場 噴水池 是的 這個水池 是 一個很大的廣場 哇 通常都大到不得了 沒錯 所以呢 你說它們信不信風水 信啊 哈哈 就是 我就不相信 說不信風水會 每個都是這樣做 是啊 大家都很大的 地好像不花錢 對 不花錢 很大的 我去很多地方 我看到每個都是這樣的 是嗎 但是你說 我們在國內 就可以 那些政府部門 我們小市民 有什麼方法 可以找到 這麼好的風水環境 住宅地呢 尤其是香港 嗯 嗯 香港來說 其實很難找的 是 是 香港人多 車多 人多 地少 是吧 通常呢 屋的旁邊呢 有棟樓三尖八角 嗯 就是對著你 是 是 這邊可能有條大馬路 一條大的馬路 沖過來 還可能是天橋來的 嗯 嘩 連刀沙 哈哈 還要白虎方 那你想不病都不行 嗯 所以在香港來講 就很難找到 這麼好的 就是環境的 居住地方 基本上 嗯 或者可以去 移求其次 嗯 或者可以在其他地方去 尋找一下 其實 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其實很多外面的 國家地方 都有很多這樣的 環境可以做得到 嗯 OK 這樣就了解了 就是這樣 其實師傅給了一些提示 我們 有時候不一定是 要看回香港的 是吧 就是 可以 世界不同地方 這樣都可以的 嗯 沒錯啊 OK 那好了 那師傅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你其餘一些 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嗯 好 謝謝 拜拜